上一次高音唱不上去是什麼時候呢? 你也是天生的合音天使嗎? 歡迎來到英痴急診室 Girlfriend Talk Show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拯救大家對於唱歌的一些恐懼跟困擾 很多歌真的很好聽 可是一想到那個副歌最高的地方 真的就是很崩潰 而且流行歌現在都很該死 越寫越高音 不是只有女生的歌或男生的歌越來越高了 有嗎? 有啊 就林俊傑啊 姓啊 有沒有 蕭敬騰啊 很恐怖 或是蘇打力欲出來 整個男生大家一起吐血 真的到底該怎麼唱才好啊 所以今天呢 王醫師就來教大家如何拯救音痴 首先呢就講到高音 我覺得大家首先就是會回想到我們高中音樂課老師教我們的 高音要想像你的音在頭頂 而且音樂老師很喜歡邊講話邊唱歌 真的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 這裡 音要哼歌不要滴 我覺得音樂老師真的別再鬧了 你這樣子唱我們是不會了解 因為有話不能好好講嗎 是什麼魔界裡面山中的精靈一樣 還要用那種方式跟用精靈語跟老師溝通 而且頭腦就音不可能在這裡啊老師 而且老師會講一個我們永遠到不了的地方 像是 丹田 丹田到底在哪 丹田到底是在彰化還是在宜蘭某地方嗎 完全不知道該在哪裡怎麼用它 而且老師都說 不要用喉嚨用肚子 而且你用喉嚨老師就會罵你打你 有到打嗎你以前到底怎麼學校啊 而且老師就是很過分的時候就伸出一隻手 然後壓在你肚子 然後說用力用力 就是到底在生產還是在唱歌啊 真的不要再摸了 Hands off 還有還有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以前 因為我以前念中山女高嘛 我們老師就把每個人都認為 他們跟合唱團一樣 我們光是發生練習就有千百種 耶~~ 嗚~~ 嘿嘿嘿嘿 我覺得真的想幫他們報警 那怎麼辦嗎 因為老師教的我們又吸收不了 那我們就是長大還是想要唱歌啊 沒錯 所以今天我們要教大家一些高音的小技巧 有兩個絕招 好第一個小技巧呢 就是用氣音唱 老師 你這講的跟沒講是一樣的啊 怎麼了嗎 那我也在用氣音啊 等一下各位同學 不要忘記我們今天標題是什麼 音痴急診室 我們是讓你活著就好了 你以為咧 你以為你想怎麼樣嗎 對啊 急診室就是沒死掉 大家就拍手了好嗎 真的 難道我們要把你整形變成 隨堂或是林志玲嗎 不要再光解了 老師請示範一下氣音是怎麼樣 就是走一個陳其真 或是小Elisa的style 空靈 OK 空靈 沒錯 關鍵是空靈兩個字 所以說的事情都用氣音來代過 十年無罪 很輕 只能愛你的人才想追 點到為止 我對於人心早有緣陪 還不算太黑 一點點 一個人秀醉 很輕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而且就是有人就是用奇怪眼光看你 你不要理他 沒錯因為你就是想說我就是這樣子啊 這就是我的style啊 我就是台灣小野莉莎啊 對啊你是在質疑什麼呢 這是我的attitude you don't understand 但是有的人真的病狀太嚴重 他連氣音都到不了的時候怎麼辦 我就是真的已經病入膏肓了 那我只好教你們我的絕招了 大家真的要把接下來這個給牢牢記住 尤其是男生 因為男生不太好用氣音 因為男生用太多氣音就覺得奇怪 這首歌原本是要很man來唱 怎麼會用氣音呢 那怎麼辦 如果不能用氣音的時候 我該怎麼處理這個 幾首狀況呢 這時候就要用絕招李宗盛的唱法 高音的部分呢就全部用念的 要用非常有感情的方式唸的帶過 大家就會覺得哇這首歌真的是很amazing 而且就有一種你有種口氣對不對 當然就是所謂的唱歌的口氣 比如說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有沒有 就是這邊人性那邊就要用念的 你這樣子這樣大家這種會生氣 你到底是在唱歌還是在心思念 沒有我跟你講這也是一樣 你就在貫徹你的一個態度好不好 你就覺得這首歌就是這樣 我整個這個point就到了 那個心情就到了 因為唱不上去直接念過帶過 沒錯 這一招呢其實也是蠻好用的一招啦 而且其實戴佩妮也是這樣子 心情好心情快 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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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暫停 這邊根本沒高音啊 沒有所以我的意思說他就是很常用念的 所以就是你用念的大家就覺得 喔這是一個你知道freestyle 所以我就是建議大家不然你就來個雲木混珠 也就是你唱這首歌的時候 低音你也念高音你也念 所以大家就分不清楚你到底什麼時候念了 那不是整首歌都rap了 就是如果這些高音的小技巧呢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王醫師要為你診斷 就是你可以用這種小技巧來活下去囉 對如果你就是覺得說我們這講的太廢 那代表你其實沒有很陰痴喔 那你幹嘛幹嘛 那你就可以出院啦 恭喜你講黑咧唱黑 如果說大家喜歡這個音樂的這個急診室呢 也可以幫我們按個讚好不好 這樣我們就知道說你們很喜歡這個單元 我們就會研發更多更多的就是一些小撇破來教大家了 對或者是一些合唱班的可以告訴我 丹田到底在哪裡 怎麼使用它 還有這些一些猿猴的一些教訓 也可以歡迎分享給我們唷 好的 那今天就這樣咯 掰掰 掰掰 大家到底開學了沒 應該還沒吧 沒有我記得以前都是情人節開學 然後一情人節就直接考試 學校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子選 就故意不讓你們約會啊 你們搞不懂嗎 現在還有考試嗎 應該沒有考試了吧 我記得學生什麼考完 可是那些什麼讀書心得 上網查一查 不都可以抄嗎 我覺得動快點 現在立刻開始操作業 然後開學給它大碗特碗 相約去KTV 然後使用最新的飲食技巧 理中聖上的髮型多加練習 還有氣音的attitude 就這樣擠 掰掰 掰掰 這樣才會å 出發 照片 來 呻吳 說 呻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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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呻吳